。 大家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杨医生 我的全名叫Richard Yang 中文名字叫Yang 我在澳大利亚写医已经有20多年了 我的主要专场就是义美 搞义美我有很多年了 现在医美之中的专场就是线雕 我现在再来介绍一个特别的线雕 就是鼻线雕 在鼻子里面做线雕 现在已经变成越来越广泛 越来越受到医务界的认可 也接受到客人的认可 为什么 有两点 第一个它的安全性 现在还没有报道过 因为做线雕而造成失明 或者严重的血管堵塞的例子 但是填充剂和其他的胶原蛋白刺激剂 在鼻子上造成血管堵塞 或者失明每年都要报道 所以我个人非常建议 现在我也非常愿意做 而且我有很多的例子 我的感觉也很好 而且受到很多客户的推荐 那么鼻部的线是什么线呢 大部分线都是平滑线 因为它不大需要提升 但是我知道 在格鲁吉亚他们也用锯齿线做鼻子 但是这个并不是广泛的使用 那么这个线维持多久呢 那也要根据这个线里面的材料 PDO还是PCL 后者持续的时间长一点 最长可能直到两年 最短可能少个月 那要根据皮肤的后果 根据皮肤的质量来决定 鼻部的线雕 在手术当中非常简单 有个简单的麻醉 然后呢整个过程呢 一般性不会超过半小时 光一个鼻子的话 那么它可以做鼻背 鼻尖 鼻小竹 基本都可以做 因为有不同的线 专门设计 为不同的地区做 效果呢 基本上就说 不会像 打填充剂以后 再过几个月以后 变宽 它永远不会变宽 它只会变 越来越停 那么 反复的做的话 也很安全 而且 这个皮肤的质量会越来越好 鼻子也会越来越停 这是我的个人经验 谢谢你 感谢观看